永远的僵尸道长林振英 早期的港产电影 僵尸题材几乎席卷整个华人电影 其中不少僵尸电影都以一专为背景 因为它真是摆放灵旧的地方 早年华人从大陆到香港或海外谋生 总希望能落叶归根 死后可以返回家乡安葬 在后人将故事先人带回墓地安葬前 驿庄就提供灵旧或遗骨暂时存放 住客最多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1940年之后 因为中国爆发不同类型的内战 和一些世界大战的战争 导致到很多在驿庄里面记错的先人 包括棺木也好 骨直也好 他没有办法送回去内地安葬 我们最高峰的时期 驿庄是存放了超过800幅棺木 同一时间也都有6000幅骨直 这是因为如此 在电影的加持下 驿庄就被蒙上神秘玄奇色彩 都会有时听到有些人 就晚上隐入来探险的 因为他们好奇 他们想看一下有没有僵尸 东华驿庄作为香港唯一保存的驿庄 这里百年来不乏著名过客 像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广东军阀陈总明都曾在这寄居 而平日守护驿庄的工作就交给这位管理员 原本从事银行的工作 七年前深感工时长压力大 想找份有意义的工作 于是他不顾家人反对 来到驿庄 工作了七年 不曾碰过灵异怪事 唯一算得上的是 这里曾有七千多个骨灰坛 家属来找仙人的灵魏 他正愁不知如何找起 却有个声音传说他走过去 发现正好是家属要找的仙人灵魏 而现在香港唯一仅存的驿庄 东华驿庄也揭开神秘验纱 为前两个月免费开放 让外界明白驿庄其实不恐怖 而是身有所安 死有所拖的仙人客栈 无所谓